人耐好久 民眾拿起麥克風 嗨到最高店 三五好友兼併兼做 終於可以脫口罩唱歌 KTV廚房也超忙 服務生趕著上菜 戴口罩唱歌很不舒服 脫了口罩之後就很嗨 還有室內運動場 民眾一早來到健身房 使用重訓器材 也悄悄拿下口罩 有在運動人是滿大的福音 因為真的會運動的情況下 會比較舒服一點 電影院也能看到 民眾邊看電影邊吃爆米花 校園體育課小朋友會和打球 也能大口呼吸新鮮空氣 室內課堂在空氣流通的狀況下 拿掉隔板保持距離 國小學童終於能看清楚 同學的長相 老師可以脫下口罩 針對課堂的講解 跟口型的部分 做比較清楚的一個詮釋 防疫鬆綁指揮中心宣布 11月2號開始 特定場所像是室內外拍照 農林雲木工作者在空曠處工作 山林海濱活動 溫泉三溫暖 容易讓口罩潮濕的場所 都可以拿掉口罩 另外像是台鐵高鐵車廂 公路客運遊覽車 國內航班 KTV網咖 電影院MTV也開放飲食 但吃完喝完 還是得戴上口罩 避免病毒上升 記者台北台中綜合報導